由美国辉瑞药厂研发的新冠疫苗 最近频频传出负面消息 当然大家也必须知道 这只占当中的一小部分 像在挪威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的人数 目前有进一步上升到29个人 死者平均年龄都在75岁以上 这就让当地的民众开始对疫苗的安全性 产生了一些些的担忧 尤其是患有严重前期病史的老年人 更是对疫苗近而远之 挪威药品管理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 就回应说挪威目前已经评估了 其中的是三宗死亡病例 还有16宗是在调查的阶段 结果就发现 所有死亡病例都是涉及患有严重前期病史的老年人 大多数人都对这款疫苗产生了预期中的副作用 像是恶心 呕吐 发烧 注射部位的不良反应等等 还有身体基本的状况恶化 种种情况就让当局是稍微有点担心 这款挥瑞疫苗对于高龄老人或患有绝症的患者来说 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 不过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辉瑞公司在一份邮件声明当中就表示 他们的公司正在跟挪威监管机构一同调查当地的死亡病例 而挪威卫生机构认为 截至目前接种疫苗所导致的死亡人数 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都是在他们的预期范围之内 事实上除了挪威在德国 同样有老人在接种辉瑞疫苗之后而死亡 不过挪威卫生机构和德国疫苗审批机构都强调 老年人和重病患者的死亡 并不意味着跟疫苗接种存在因果关系 至于疫苗的副作用以及安全问题 也还需要时间来观察和验证 而挪威药品管理局的医务主任 两天前也针对疫苗不安全的这起风波 发表了言论来降温 由于挪威首批接种疫苗的群体当中 也包括患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 因此当局两天前曾经解释 出现死亡个案是在预料之内 另一边乡 尽管辉瑞疫苗频频传出负面消息 但买入辉瑞疫苗的法国 依然如期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接种疫苗 巴黎市长表示 目前接种疫苗的日程已经排到2月了 当地民调显示 虽然大多数法国民众 对于接种新冠疫苗 依然抱有谨慎态度 但卫生机构目前已经收到 超过50万名民众要接种新冠疫苗的报名申请 反应积极 随着挪威发生老年人在接种辉瑞疫苗之后死亡的事件 这也让我国民众开始对辉瑞疫苗的安全性 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因为我国也有向辉瑞购买新冠疫苗 对此卫生部长阿汉巴巴就说 我国目前正在不断地更新辉瑞疫苗的最新资料 也会将接种疫苗人士的年龄和健康状况纳入考量当中 与此同时阿汉巴巴也说 我国的国家药剂监管局也正在获取辉瑞公司的详细资料 来监督这个疫苗的进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